大家好,我是坦平树 带着这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产也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北京时间4月27号晚上9点报道 说这个从2022年2月24号到2024年4月27号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总的战斗损失为46万5054人 有能有整的 说其中过去一天为1124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Facebook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一天消灭俄兵1124名 但是呢 前线目前对乌军还是不利的 4月27号据俄罗斯理想社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谢尔斯基 在他的个人电报频道中写道 乌克兰战区的局势 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来说十分困难 而且还在不断恶化 这个谢尔斯基他说他在军事员络联络小组会议上 以摩斯坦格式向乌克兰西方盟友转达了这一消息 谢尔斯基指出作战战略形势复杂且正在恶化 他在会议期间通知盟国需要为防空和军事装备提供导弹 简单点说 就是乌军在前线还是吃紧的这些装备 这些武器 尤其是防空应该尽快到达乌克兰战场 根据乌方媒体报道 4月27号夜间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 扯夫斯克机场存放华翔炸弹套件的仓库 就是这个仓库是储存那些1吨重 还1.5吨重的那种华翔制导炸弹的 这个仓库被摧毁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 军用飞机也因袭击而遭受影响 目前损坏的数量和程度尚不清楚 总之这个乌军盯上了这些华翔制导炸弹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华翔制导炸弹 对乌军前线阵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乌军就要处心极虑的 把这些威胁要给它消除掉 截止到4月27号 这个乌克兰用无人机已经打击了 俄罗斯国内13座俄罗斯的炼油产 为了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 俄罗斯国内的这些炼油产 把他们的这个储油罐重要设施 上面都加装了这个无人机袭击的笼子 就像这个俄军的坦克一样 外面加一层壳 真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以后俄罗斯的这个储油罐 各种重要设施 都要加上金钟罩铁布山 4月27号晚间 泽伦斯基发布视频 他说 今天的俄罗斯导弹袭击 针对的是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和各种设施 包括电网和天然气运输系统 特别是确保向欧盟输送安全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至关重要的是 此类袭击不能成为全世界的例行公事 我感谢所有对此做出回应的领导人 包括谴责俄罗斯的恐怖行为 并于拥有可在乌克兰使用的必要防控系统 以及与导弹伙伴进行联系的人 这泽伦斯基还是需要防空导弹的 要防空武器 西班牙的国防部长罗伯斯宣布 西班牙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 爱国者系统的远程防空拦截导弹 这些导弹将在四天内抵达后勤基地 这个西班牙现在也在援助乌克兰武器 前不久西班牙向乌克兰交付了新的一批重型炮弹 就是15号米的炮弹 未来几个月将继续提供其他15毫米和120毫米炮弹 此外西班牙还向乌克兰运送了医疗药品和军运个人急救箱 在接下来两个月里 西班牙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包括轻重机枪 轮式专甲后勤车 专甲步兵车 反坦克武器和野战榴弹炮 之后将供应各种防空监视系统和远程武器战 用于防御5人机西班牙军工企业正在准备这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要求的7套埃国者防空系统 目前已经名花有主 但是这些武器到乌克兰战场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已经有人认领了 但是送到乌克兰战场恐怕还要准备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军事援助 4月27日比利时媒体报道 比利时可能向基辅提供两至四架F16战斗机 比利时国防部长刘迪文东德26日表示 比利时打算在2024年底前将其战斗机移交给基辅政权 比利时方面没有具体说明可能在不久将来交付的F16的数量 但是根据推算可能有两到四架 4月27日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 在利沃夫与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5000万美元将用于购买短程防空系统 另外3000万美元用于购买无人机 其余将用于购买各种物资 从充气艇到头盔和靴子 马尔斯强调 澳大利亚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 据该报回顾 澳大利亚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8.8亿美元 此外澳方还参与了乌克兰军队在英国的训练 这个澳大利亚已经加入了这个 专门为乌克兰准备的叫无人机联盟 负责为乌克兰的部队开发和转让无人机驾驶飞行机 这个丹麦的国防部长叫波尔森 与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部长 以及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 共同签出了一份支持乌克兰国防生产的意向书 他这个意向书很有意思 是丹麦要花两亿丹麦克兰 大概是三千万美金左右 花这么多钱直接从乌克兰的制造商购买武器 送给乌军 他这个援助很厉害 就相当说给你这个武器制造商 给你钱 你自己生产自己用 这个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真是有钱的出钱 有人的出人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根据爱沙尼亚国防部报道 爱沙尼亚将与丹麦一起向乌克兰派遣两艘巡逻体 这项援助将使乌克兰能够有效控制海域领土 并确保水道安全 斯洛伐克人在12天内为乌克兰筹集了近400万欧元的炮弹 这个斯洛伐克政府啊 他是轻额的 他们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 但是这个斯洛伐克人民啊 对政府的这个举动啊 非常不满 所以他们自发的进行筹款 在12天内超过6万名斯洛伐克人 向捷克的一项购买弹药计划 捐赠了近400万欧元 他们还发出了为乌克兰提供弹药的倡议书 这个倡议书说啊 斯洛伐克政府和非左总理拒绝加入这一倡议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那将是一种耻辱 我们拒绝忍受 拒绝帮助保受战争蹂躏的邻国的行为 如果政府不这样做 我们也会这样做 也就是斯洛伐克人民啊 直接踢开了政府 他们自己自筹资金 捐给这个捷克的炮弹联盟啊 为乌克兰采购炮弹 随着美国援助乌克兰这600亿美金的 这法案通过啊 根据媒体报道啊 美国将援助乌克兰 1000枚陆军战术导弹 这个能够打300公里啊 还有新的爱护者防空系统 所以这个乌军啊 不仅将增强抗击俄军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遏制俄罗斯战机在前线的活动 因为乌军啊 要用这种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可以提击啊 克里米亚战科伊空军基地 以及其他的俄战区的所有的机场 仓库军火库以及指挥中心 这个就会让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啊 在前线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 让这个俄罗斯机场已经不再安全 当然就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空天军呢 对前线阵地的这种攻炸 这个也迫使俄军呢 他的这个弹药库 仓库 指挥中心都要远离前线呢 这个就加大了俄军前线的后勤补给的难度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啊 驻守在克里米亚的俄军已经开始恐慌 晚上正在传播 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对乌武装部队使用陆军战术导弹远程及克里米亚的担忧信息 乌克兰军队将能够使用所交付的令人垂涎的远程导弹系统 更有效的击败被占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消息啊 五角大楼允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打击克里米亚的任何目标 所以现在啊 俄战区的这些俄罗斯士兵啊 个个人心惶惶啊 已经陷入恐慌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这个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就访问他们了 也可能是在夜里 也可能是在凌晨 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 这几天啊 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 就是这个长期受到俄罗斯庇护支持啊 为数不多的承认什么俄罗斯占领 乌东斯克州克里米亚的这个国家啊 叙利亚居然现在啊 频繁的向美国抛出橄榄枝 要跟美国和解 这个4月22号叙利亚的总统巴什尔 他在接受 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 他说叙利亚正在与美国接洽 并且表示 说我们与美国虽然有过误会和不愉快 但是总要放眼未来 叙利亚愿意成为先胜处友好之手的人 以寻求啊 叙利亚能够快速的恢复经济建设 这个巴什尔还说了啊 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梦想 等我成年以后啊 发现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云里雾里的啊 说了一大堆 意思就是 他向现实屈服 那这个叙利亚总统巴什尔 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实际上大家看看就知道 当今世界啊 有一些这个曾经美国的死敌啊 你比如说这个塔利班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这些国家以前都是反美先锋啊 跳得最高的 但是现在纷纷都在跟美国合作 同时在与美国合作的过程中 尝到了甜头 经济得到了发展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再与美国为敌了 这就像那个大国的一个领导人呢 说的 跟美国高好关系的都富了 跟苏联高好关系的都穷了 你跟着俄罗斯混 没有前途啊 所以这个叙利亚的巴什尔越来越明白 再跟着俄罗斯后面跑 这个俄罗斯啊 已经是尼普萨过河 自身难保 所以他不能再以美国为敌 巴什尔说啊 只要美国愿意 叙利亚愿意与其进行坦诚的交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叙利亚甚至愿意放弃当前的国策 选择走民主自由开放的道路 真的是180度大转弯呢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 不仅让人看清了 俄罗斯三流国家的货色 这个底色啊 现在全世界对俄罗斯有所忌惮的 无非就是它还有几颗 或者是若干颗 或者树木不祥的核弹头 质量怎么样不太清楚 其他的这些遮羞布啊 一一的被扯下来了 什么超高速巡航导弹 什么匕首告示 什么苏-57 什么S-400 都是扯淡 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 那以前都让那个北约的舰队啊 那是文风散打啊 那都绕着走啊 结果现在在黑海海底 这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啊 成了一个笑话 那国内政治还有经济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以前跟着俄罗斯混的 给俄罗斯交保护费的这些小国家 纷纷啊转向 你比如那个亚美尼亚 直接啊 跟欧盟啊 搞得一块 哈斯克斯坦 这些国家 现在连长期受俄罗斯庇护的 普京的忠实的小弟 这个巴萨尔 已经公开向美国投诚 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叫弃暗投明啊 随着啊 这个世界上 弃暗投明的国家越来越多 比如说印度 态度越来越明确 就是支持乌克兰 反抗侵略 我想啊 随着弃暗投明的国家 越来越多 个别的国家 恐怕不得不做出选择 我们再看看这个 俄罗斯国内啊 经济情况 当地时间4月2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政府成员召开经济问题 会议室表示 俄罗斯经济表现良好 今年前两个月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6% 大国啊 啃吃哈吃的 天天救世 天天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也只增长了5.3% 俄跌 轻轻松松的啊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6% 就问你福气不福气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他说即使除去季节因素 经济增速依然可观 普京称 今年俄罗斯经济全年增长1万超过3% 这里普京收了手啊 他说2024年普京的这个俄罗斯的GDP超过3% 普京还表示 今年第一季度 与去年同期相比 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增长了50% 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预算赤字 这就是普京经济学 不服是不行的 他第一季度啊 GDP增长6% 但是他的财政收入增长50% 这个财政收入远远高出GDP的增长 是GDP增长的10倍 这个如果普京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只能揭示一个真相 就是普京不停的在加仓 普京不停的在给这个战争输血 GDP只增长6% 但是他的财政收入增加50% 那就收税 各种科砖砸税 把各种这个资源呢 都转化为战争经济 最近俄罗斯国内啊 又开始大规模的征兵 这个兵力啊 据说扩充两倍还不止 刚才咱们前面说到的 跟着乌克兰的说法 已经消灭了46万的俄军士兵啊 这个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图瓦人代表啊 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他们说啊 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们的人口本身如此的少 现在青年人被俄罗斯拉去了战场 和他的邻居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我们城市的监狱都被关掉了 这两年六个城市的监狱都被关掉 我们的资源被开采 俄罗斯赚了善意的资金 在我们这里没有投入一分钱 贝加尔湖周围甚至连树木都被砍掉了 这个贝加尔湖啊以前就是苏武牧羊的地方 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被从刻本去掉 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干涉一下俄罗斯的种族灭绝行为 我们以前就说了这个俄罗斯是留地不留人 一旦把你的地方占领了之后 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人口给抹掉 那么发动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年轻人呢无论你在监狱里面还是在家里面 还是在生产线上都被抽掉到前线去打仗去送死 年轻人一批一批的死掉 这个少数民族啊本来人就少 最终啊就消亡 这个北约秘书长呢斯特尔特梅格说啊 大国若希望与西方维持良好关系 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斯特尔特梅格说啊 通过分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 大国实际上是在支撑俄罗斯的战争经济 实际上现在啊就是要求大国做出选择 至少啊是不能支持俄罗斯它的军工发展 根据这个海外网报道啊 俄新社4月25日报 中国投资者计划在克里米亚建设汽车技术战网络 克里米亚一名官员表示 目前中国企业代表团正在克里米亚考察 更大规模的代表团预计将于5月抵达 除汽车技术服务站网络外 中国投资者还计划建设一座囊括现代化酒店综合体的文化中心 该官员还表示 中国投资者有意同克里米亚开展合作 主要看好克里米亚巨大的经济和旅游前景 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以后啊 世界上主流国家就没有人承认这个事情 包括大国在内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结果你大国还有企业居然跑到克里米亚去投资 而且是跟俄罗斯合作 那这个恐怕就是外交纠纷呢 就是这个中国的企业代表团 他到底懂不懂法 哪能投资哪不能投资 在这投资合法不合法 对吧 有没有经过大国驻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同意 到底谁组织去的 是不是夹头这样的人组织去的 我记得啊 这个戴雨老师带着他的媳妇跑到马里古堡去唱歌 这些黄鹅就这么急着给俄爹去站台 对吧 也不顾国家的态度 这些黄鹅啊 拿俄罗斯为爹 但人家俄罗斯拿黄鹅当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当擦屁股的纸 需要的时候就用 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到垃圾桶里面 根据伊朗科技部部长说啊 伊朗和俄罗斯将联合生产科技谈判正在进行中 以吸纳更多国家参与 目前啊阿灵球将参与这个项目 这个恐怕又让黄鹅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俄爹啊 修一条莫斯科到圣比多保的高铁 一般的修高铁嘛 对吧 这个大国啊 那都是县城的 大国给俄爹修 那也是天经地义 这算是尽孝心呢 哎 居然这个俄爹看不上 对吧 人家选的是西班牙的公司 一说搞大飞机 客机啊 那大国也有啊 俄爹为什么不跟大国一起合作开发客机 反而选伊朗呢 就是俄爹但凡有点事情 它就绕着大国走 也不知道这个黄鹅啊 能不能把这个想明白 这俄爹为什么后资薄比呢 这俄爹就那么看不上大国 我们再看啊 这个4月27日 印度贸易和工业部秘书叫金格 说啊 俄罗斯对印度经济战略领域的投资 达到12.6亿美元 印度工业和贸易部的一位代表 在首届俄印论坛上表示 俄罗斯投资印度的领域 主要是航空航天 国防化学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以及铁路 星格强调 印度希望加强与俄罗斯 在其他行业的合作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采矿和设备生产 此前的消息称啊 2024年2月 智能手机成为印度 对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 本月 印度向俄罗斯联邦 供应的此类产品 达到创纪录的 3600万美元 智能手机的出口量 同比增长12倍 你看看 这个又让黄鹅尴尬 这印度啊 对吧 公然的支持乌克兰 卖炮弹给乌克兰 结果俄迪啊 不仅不生气 俄迪还给印度投资 13个亿美金 这个就是普京啊 明知这个印度啊 已经远离这个俄罗斯了 这个穆迪啊 蹂躏普京千百遍呢 这普京还是拿这个穆迪啊 当初恋呢 说到这个手机出口啊 智能手机 它印度有什么智能手机呢 这小米在印度生产手机 对吧 印度的智能手机 除了苹果 那就是小米 或者是就是中国生产的 那俄迪为什么不从中国进口手机呢 非要绕到印度去进口这些智能手机 所以这个小黄 也得好好地把它想明白 俄迪能不能多从大国啊 进口一些手机 不要老买那些容易被美西方制裁的 什么车床 数控机床 设备 芯片 向大国采购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是要拖大国下水 最后啊 再说一说这个胡塞武装 闹得个大笑话 前不久啊 有头部黄鹅 还有俄罗斯媒体说啊 这个胡塞武装啊 一再宣称 对俄罗斯的游轮 还有大国的游轮 是不会袭击的 友好通过 但是啊 前不久 一手名为 兼女座之心的游轮 被胡塞武装导弹击中 尽管这艘船 正在发射自动识别系统信号 并发布 没有联系的信息 就是说啊 咱这个船 无论是人员 还是货物 对吧 还是这个传统信息 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 而且啊 当时它正从俄罗斯 航行到印度 但是胡塞武装可不管这下 直接导弹击中 这手叫仙女座之心 游轮被击中之后 胡塞武装 坚称啊 这是一艘英国的石油船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 经过核对啊 这个仙女座之心 曾经是英国的船只啊 在英国注册 然后这个英国的安全顾问呢 安布雷 他说啊 仙女座之心 此前曾属于英国利益集团所有 确实是英国的 但是啊 不巧之就在几个月前 被卖掉了 卖给谁了呢 不知道啊 这家公司在塞舍尔注册的 目前该游轮 从事与俄罗斯相关的贸易 安布雷说啊 这次游轮当时正从俄罗斯的 普里莫尔斯克 前往印度迪纳尔的途中 拉石油呢 实际上啊 这个仙女座之心啊 他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 成员之一 结果啊 被胡塞武装给击中 俄爹也只能牙打掉了 往肚子里咽 这个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我在以前就说过了 这胡塞武装啊 他怎么可能分得清 这个船是谁的呢 他就是胡打一通 他嘴上说的啊 俄罗斯的和大国的船不打 但是我告诉你 他恐怕就专跳这一船打 打了让这个普京啊 吃个哑巴鬼 打完了普京还不敢胜扎 哎 跳出来说这船是我的 直接就不承认 所以说啊 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 目的没有达到 反而丢人都到家了 所以我一直说啊 这个普京啊 是早投降早受益啊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